大家好,星期二得道,今天是2022年9月8日,星期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 上網看到,挺好的 在2020年,香港政府說有疫苗就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2020年11月21日,香港政府說安心出行程式有助恢復正常生活 2021年1月11日,政府專家說如果社區有70%的人接種了疫苗 就會有群體保護作用,2022年就會恢復正常生活 2021年3月16日,香港特首說如果大家接種疫苗可以做一些恢復正常生活 2021年4月15日,香港政府說變種新冠病毒傳播率快 打足兩針有助預防感染 2021年5月31日,香港特首說打疫苗有獎,香港估計9月恢復正常生活 2021年6月8日,政府專家說如果大量市民接種疫苗,感染率必然下降疫情 自然受控 2021年6月16日,政府專家說恢復正常生活必須有九成成年人 完成接種疫苗 2021年6月20日,香港政府說全城起動,快打疫苗 香港先可以盡快建立保護屏障 讓社會早日恢復常態 2021年11月3日,香港政府說市民應該盡早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的新冠疫苗 合資家的人士應該按時接種第三劑疫苗 保護自己 2020年3月4日,香港政府說香港新冠確診死亡病例中 有九成 未完成接種兩劑疫苗 2020年3月17日,政府專家說香港如果打好 抗疫能性可望於7月 放寬 防疫政策恢復正常社會運作 2020年4月1日,政府專家說如果港人都打齊三劑疫苗 12月 如果打齊三劑,12月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2020年5月23日,香港政府說 接種多一至兩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加強劑 即是大眾保險認知的第三針和第四針 有助補充體內新冠病毒的抗體水平 維持體內新冠病毒的保護 對新冠病毒的保護 2020年8月4日,香港政府說 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高度有效 減低感染率 住院率 和 死亡率 2020年8月8日,香港政府專家說 今年冬季前可以安排更多年齡層打第四代初代疫苗 2020年9月4日,香港政府說當局清98%死亡個案沒有打 第三針,呼籲盡快接種 2020年9月5日,政府專家說 呼籲市民 密等第二代疫苗,應該盡快接種現有的疫苗 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2020年9月6日,政府專家說 如果接種理想,明年中就會走出疫情 無需要再打疫苗 2020年9月6日,香港政府說 疫苗接種率未滿意大有進度 市民應該盡快打針 不要猶疑以免 後悔莫及 在這個COCONLIGHTING 那麼久以來,香港政府和所謂專家 濕溝專家的講話 我在這裏上網看到,轉載給大家聽 不平說可以恢復生活 到現在,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樣 好,記得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閱我的頻道,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謝你們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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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